播讲唐醋马蹄酥 喜欢我的朋友可以加QQ群2395-62036 2395-62036 萧蒂奥最终还是一个月没有上林初九的床 倒不是因为林初九在怄气 自活不让他上床 而是北狱出事了 莫清风传来消息 北狱王集结了兵力要返了 这事儿在萧蒂奥的预料之中 只是萧蒂奥没有想到北狱的反应这么快 毕竟他才回到东文 还没有任何动作不是吗 且他就算是有动作 也是针对皇上 不会对一个小小的北狱下手 北狱王真是太急躁了 既然北狱王要反 本王就成全他 让外必先安内 他正愁不知该从谁下手 北狱王就跳了出来 既然有人主动现身给他记起 他也就不必客气了 此日萧蒂奥卓人在早朝上提起此事 不但皇上做决定 萧蒂奥便站出来主动请应 要带兵去平乱 皇上张了张嘴想要拒绝 可看了看满朝大臣皆不吭声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他这个皇上就是摆设 萧蒂奥会过问一句 已经算是给他面子了 他还能强求什么 圣旨一下萧蒂奥次日便带兵出发 甚至他都没有带自己的金无尉 只是带了朝廷给他的兵 可见萧蒂奥又多不把北狱王放在眼里 当然这并不是萧蒂奥狂妄自大 而是浩刚要用在刀刃上 金无尉的实力毋庸置疑 但金无尉只有不到三十万的人马 这不到三十万兵马 是要用来对付南蛮 北历和西武三国的 要是把金无尉调来对付北狱王 简直是大财小用 一路平安 虽然知道凭萧蒂奥的本事 没有人能伤得了他 可林初九还是很严肃地叮嘱他 要保护好自己 宝王外出这段时间 你记得好好调养身体 切不可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在京城谁要欺负你 直接打过去 不必给谁面子 皇后过两天就会离京 在此期间他要宣召你 你不必理会 和林初九的简洁不同 独自出门的萧蒂奥 化身化牢 不断地叮嘱林初九 注意这注意那 好似有说不完的话 刚开始 林初九听着还很新鲜 可萧蒂奥翻来覆去 就是这几句话 反复地说 换个说法说 说得林初九都烦了 听了半天 见萧蒂奥仍旧没有住嘴的打算 林初九不得不出声打断 够了够了 你说的话我都会记住 没事你就走吧 这男人画风突变 他一时真是习惯不了 他还是喜欢他高朗的样子 萧蒂奥顿是黑线 可到底还是不舍 要不你跟本王一起去北域 他们这才新婚燕耳的 他不放心 这不是正常的吗 不去 你去打仗 带上我一个女人做什么 给萧蒂奥暖床吗 他才没有那么好心呢 军医 对了 你以随行军医的身份上战场 这样就没有人会说你什么了 先前 林初九也不是没有做过 凭林初九的医术和他手中的药 他至少也能顶十几个大夫 打一个小小的北域 还用得着我 别闹了 等你跟南蛮三国开战 我再陪你去 两人天天黏在一起 他还要不要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和私生活 且蒙家的人就要回来了 他这个时候 一点也不想离开京城 当然 这话绝对不能说给萧蒂奥听 不然 萧蒂奥知道了 一定会气死 然后死活把他拖走 本王与三国开战之时 你真的去战场 萧蒂奥也没有想过 带林初九去北域 北域的事对他而言 只是小事 有莫清风在 他不会在北域待多久 林初九陪他去 也只是在路上来回奔波 自然 你在哪儿 我便在哪儿 为了哄萧蒂奥赶紧离开 林初九也是拼了 而有了这句话 萧蒂奥终于不再磨叽了 狠狠抱了林初九一下 转身往外走 萧蒂奥带着朝廷点的十万大军 奔赴北域 在途中 萧蒂奥就收到北域王出兵了的消息 北域虽属东文 可却自成一格 北域王在北域就是土皇帝 几乎不费一兵一卒 北域王就占领了整个北域 并将周边几座小城全部拿下 北域王一连拿下树城后 片刻也不停歇 一路往北 是要挥军攻破皇城 而萧蒂奥带的兵 一路从皇城赶往北域 很快两军就遇上了 不知天高地厚 看着威风凛凛的本域军 萧蒂奥眼中一片冰冷 连南门三国都不敢动 北域居然率先动了 简直是找死 杀 萧蒂奥甚至没有亲自出手 只坐镇指挥 指挥朝廷十万兵马 对上北域二十万兵马 半个月后 北域王战死 北域王的三个儿子抢位 内部一片混乱 最后辅助北域王的善家 杀了北域皇子 夺了北域兵权 投降萧蒂奥 面对投降的善家主 萧蒂奥冷笑一声淡默的瘦了 他知道墨家与善家的仇 但善家人如此识时悟 他总得给善家人一点面子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本王现在不能杀乡臣 但本王向你保证 日后你要如何处置善家 本王都不会过问 萧蒂奥知道 墨清风心里有想法 不等墨清风提起 就先把话撂下了 墨家这些年 没少为他卖力 他不会让墨家心冷 对善家这棵墙头草 他确实不写 但却不会在这个时候 杀善家 不仅如此 他还会捧着善家 让世人看待他优待降者 如此才会有更多人 选择投降 毕竟除了那些皇帝外 没有几个人 想要放富贵生活 而去搏一个 没有可能的未来 打下北域后 萧蒂奥收编降兵 带着二十万大军 和善家老小回朝 至于北域 就交给墨清风 治理了 二十万大军的回归 不仅让皇上 看到了萧蒂奥 强势的一面 也让南蛮三国 看到了萧蒂奥 强势霸道的一面 他们知道 不能再等了 再等下去 他们就会被萧蒂奥 一个个击破 没让萧蒂奥等太久 当他带着大军 回到京城时 南蛮 西武 北历联手 足百万大军 发兵 攻打东文 并放出 不杀萧蒂奥 势不收兵的 豪言壮语 不杀萧蒂奥 不杀萧蒂奥 不杀萧蒂奥